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将大幅增加驻外大使馆数量 与提高外交实力 日本外相玄业光一郎17日在民谷屋演讲时说 日本今后将大幅增加驻外大使馆数量 提高外交实力 玄业当天在向民谷屋市民介绍日本外交政策时说 现在日本驻外大使馆有134个 总数与中国相差大约30个 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大使馆数量 远远落后于中国 今后日本将把驻外大使馆数量至少扩充到150个 针对中日关系 玄业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 两国将努力深化战略互惠关系 实现共赢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两国将开展各项文化交流 促进人员往来 玄业表示 考虑到日美中三国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十分重要 日本今后将全力推动 构建 至今在中国南京实施大屠杀的事实 再见